近日,李晨与前任张新宇公开互私,让人们津津乐道。 有网友翻出李晨参演的北京爱情故事幕后八卦,杨子熙曾取名李蒙璐,以下能让人联想到李晨前女友们。 为此,有人指李晨插刀抹黑前女友,北爱编剧李亚林特地发微博澄清此事,大呼李晨无辜。 北爱的初稿中,确实有李蒙璐这个人物,名字是李晨的好兄弟陈思辰取的,又映射李晨前任的意思。 李亚林开始北爱剧本创作的全程,李晨都未参与,直到开机前,李晨再参与进来,并主动提出对李蒙璐的不同意见,最终角色改名杨子熙。 李亚林在北爱之前根本不认识李晨,在圈内也没有朋友,李晨的体贴,细心和仗义让李亚林赞不绝口。 作为旁观者,李亚林也讲述她眼中李晨和张新宇的感情。 李晨与张新宇交往时是奔着结婚的大方向去的,而张新宇则不希望过早被婚姻束缚, 两人年龄差异大,性格不合,也导致感情不稳定。 所以李亚林觉得,成亲分手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不合适的人。 夜市的前面中心,上海报道。